昨天在码头捡的乌贼蛋是否能够孵化呢 我把他带回上海了 一到家我一拆包发现 哇塞有个小家伙在这个袋子里游泳啊 这个小乌贼孵化了 不得不说这个乌贼蛋还是很顽强的 昨天我是在那个垃圾堆里给他捡出来的 没想到他今天居然孵化了 我们仔细看这个乌贼蛋里面的小乌贼 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两个黑黑的眼睛了 然后仔细看 你可以看他正在呼吸 忽然间有一只小乌贼在乌贼蛋里转转圈圈 此时他们并没有发育好啊 刚才孵化那只应该也是路途颠簸 从这个乌贼蛋里给颠出来了 这一只提早出壳的小乌贼估计活不下去 很弱 虽然还是活的 但是不怎么有的动 他应该是蛋黄还没有吸收完全就出来了 你看 他努力的尝试想游起来 但是游不动啊 像这种游不动的乌贼基本上很难存活 继续孵化那些吧 希望那些能够茁壮成长 长得更大一点 茁壮一点 然后我再孵化封建下幼虫 回头问一下封建下幼虫 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养活吧 好了今天我们说到这儿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